好的 我們這邊升能提供了初音隊 就是那位初音愛好者隊 大家沒有記錯 要來通關這次的施拉龜地獄集 雅卡斯的色彩女王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初音怎麼再次突破現在的關卡吧 木珠是首批一消 這邊把希格瑪開下去了 希格瑪開下去還有80%減張 所以第一關這邊 就變得更多機會可以洗技能了 這邊把優子開下去了 張眉可以防鎖 這樣進二血的時候就不會被鎖記 第一關直接開龍客嗎 他這邊也不是帶初音的龍客 帶一般的轉動龍印 這邊直接帶走 再來五鼠盾 然後心不能手銷到 好 這邊開初音跟紫龍 我本來想說這邊他會把優子關掉 這樣還直接沒有新珠 不過看來我想的是錯的 好 這邊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二關 這邊是化血圍城 那之後還會每回合幫你新化血 這邊滿版的 可是心不能消啊 這邊開初音 然後紫龍變身 然後紫龍變身下去 然後再開7倍的昇龍霸 然後再開7倍的昇龍霸 好 這邊帶走 來接著第三關 八康喔 八康 加紅綠燈 因為木是一消 所以這種高combo 所以這種高combo比較還好 好 接著是水拼 這邊該不會要疊珠來破拼了吧 這邊也是被打之後 算是一個極限的壓血 而且如果平價值沒有轉到 沒有減傷就爆炸了 心臟要很大顆 所以這邊真的直接打算疊珠破拼嗎 哇 OK 帶走 因為木是一消 所以他只要用一顆去那個就好 可是說起來都容易啦 做起來就是特別難喔 還是給予掌聲 這邊是木攻盾 然後手消多種減傷 這邊把木炸掉 然後再開昇龍霸 這個疊珠 有喔 有喔 OK 接著是不能手消光 那因為現在有優質的效果在 所以場上也不會有光 剛好 這邊他就故意不要去消電擊就可以洗技能了 好 OK 我還用來 一些水晶 進去 是 有 有 好 好接下來這邊看一下喔 看來是還沒有洗完還沒有洗完 我以為他最後要一個疊直接把右邊處理掉 好這邊有看起來有要去解了 有有疊到 好這邊帶走OK沒問題 接著他復活變強之後是不能手銷到暗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優質效果也還在啦 所以不會有暗珠的問題 好這邊有開關一次 好這邊OK也是帶走 來接著第六關三屬強化盾線 他剛有刻意留下來 好那因為這邊也是優質效果在的關係 所以也不會有光暗 好這邊也順利帶走了 來接著就來到王一齁 來王一這邊9combo 木珠首批一小啊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來拉高一下combo 好七康 這邊要延遲住他了嗎 等於他追打過來是扛不住的 好這邊延遲住了齁 接著還有一回合還有兩回合的空間可以去嘗試 八康九康有了 好這邊也是直接帶走喔 來接著二姐是水火目光星同等盾齁 那這邊的話可能也是要看子龍聽不聽話了 好好okok有有這個版面有 好那先感謝升能齁提供這個初音隊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